接着,新单元我们介绍对等连接词end 基本观念是,英文两个句子一定要用连接词连接 两个名词也要用连接词连接 形容词一样,两个动词都是一样 都会用连接词来连接 所以这个观念是很重要的 另外一个是,两个句子一定就是有两个动词了 每个句子都一定会有动词的 如果句子没有动词,那个就不成句子了 这个观念就要很重要了 好了,我们来看第一个例子 work hard and you will get the prize 所以前面写完够点 end在中间,连接词在中间 那证明是后面一句,前面一句 所以一开始用原型动词开始的 这个叫起始句 它是针对你提出来的建议 所以后面的主词也是你 这样子才会配合 好,前面有没有动词? 有,work hard,这就是正确了 但是你如果用了一个walking hard 那这个答案就错了 为什么?因为walking并不是动词 所以我们一定要用walk 这才是动词,这观念要注意 you will get the prize 你就会得到这个奖品 第二个例子 both you and your 这个就是对称结构 you跟your在对称 用both and来连接 所以你看,两个主词 也是有一个and的连接 你们两个人 both a and b是两者都怎样 are nice and kind friends 你们两个都是很棒 又很善心的一个朋友 你看,这个and的连接什么? 这个and就是连接 nice这个形容词 跟kind这个形容词 为什么我们很强调观念? 因为以后你 英文越来越好的时候 会牵扯到很多的翻译跟写作 那么这个时候呢 这些文法的基本概念 就相当重要了 好,继续我们看一些 语法的基本概念 第一个hurry up 一开始圆形动词 就是起始句了 好,这个hurry up 就是动词 快一点 we will be able to catch the bus 那么这是针对你讲的 快点啊 你这个家伙怎么那么懒散啊 我们将能够赶上这个车子 好,前面一句 后面一句 那么我们连接词 要用那么 用and 这个是正确答案 你快一点 我们就可以能够赶上这个公车了 so是所以 but是 但是 或是否则 and翻译那么 所以答案是这个正确的 第二题 the comic book 这本漫画书 is both both一定是接and 这个是固定的写法 好,both and 是既怎样又怎样 因此答案是选and 配合both 形成一个连接词的一个片语 好,既怎样又怎样 那这个and是连接什么 连接这个exciting 这个形容词 好,show is book 以及interesting 也是show is book 这漫画书不仅仅很刺激 而且很有趣 所以两个形容词 一样要用连接词连接 这是第二题 第三题 she likes music 她喜欢音乐 好,do点 那有一个and 那应该后面又是一个句子了 既然前面一个句子 后面一个句子 一定要有连接词 所以我们现在要找一个 有and的答案 and,and 好 那连接词后面 一定要有动词 有动词才能成为一个句子 所以and playing playing并不是动词 所以这个不可以 答案是第四个 第二个 and she played the piano well 她喜欢音乐 并且她弹钢琴 弹得很好 那这个才是正确答案 不过因为前后主持相同 所以这个she是可以省略的 就变成and plays the piano well 这个也是正确的 ok 如果选三就错了 并没有连接词 要加一个and 这样子对准词句 你这个基本观念就建立起来了 记住 把观念要用在翻译 即作文 文法本身并没有多大的意义 主要是用在翻译作文的时候 你不要出错 这个文法概念就比较重要了 现在我们看第六题 早睡早起 那么你就会健康 那么就是用and and在中间连接 可见的前面是一句 后面是一句 那我们中文判断 这里针对你 所以这边早睡早起 应该是对你的劝告 我们就要用起始句 起始句一开始 就会用原型动词 所以我们把答案可以写下去了 早睡早起 英文的写法是 keep 千万不要写到keeping 好 也不能写到to keep 这些都不是动词哦 keep early hours 就是保持很早的时间 我们称为早睡早起 好 这个才是动词 原型动词 keeping ing不是动词 它是动名词 to是不定词 这两个都不是动词 是动状词 说明动词状态的 不是动词 好吧 后半段 那么and 你就会健康 主持 you 动词 我要be 记住 be动词后面要用什么词啊 形容词 health health 这个才是形容词 你如果写到了health 这个就不对 因为health是什么词 名词 所以呢 这也是同学容易疏忽掉的 名词跟形容词 就差一个字 y而已 好 be动词 要配形容词 形容词是有y 这个字 这是第六题的翻译 第七题的翻译 他们 两人总在晚餐后去散步 老师把这个答案调到前面去 好 他们两人 英文怎么写 有一个写法是 they both 或者是 both of them 这个也是 很棒的写法 they both 还有一个答案是 both of them 好了 动词出来了 总是 always 这是 百分之百 每天都是这样子 如果你不是每天 但是常常 我们就可以用 usually 好了 散步 这是 频率副词 后面要接的是动词 散步 所以我都不会先看到 先写晚餐后 不会 我主词写完 一定就会写动词 找动词来写 那就去散步嘛 好 英文去散步 英文怎么写 可以用 go out for a walk 这个写法 给同学做一个参考 go out for a walk 是什么意思 go out 走出去 或是为了 一个散步 出门 为了一个散步 其实这就是出去散步 这个walk 是什么词 这个walk是名词 这是很棒的写法 go out for a walk 是出去散步的意思 好了 我们再加一个片语 什么 晚餐后 晚餐之后就是at dinner diner nner ok 好了 这个就是第七题的翻译 那么 这边 他们两个 这里没有用到对等连接词 ok 没有关系 我们还是把这个答案给他翻出来吧 好了 对等连接词 第一个 and连接的情况 ãy subscribe cho kênh Ghiền Mì Gõ N goes my感情 button 好不好 的